对战515的时候 我们的受力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动 关于应用词的话 得看训练赛的效果 前面几周的表现 就像一个从来没打过比赛的人 然后现在会越来越好的 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 与Tao博的比赛的话 我感觉我们还团队需要多一点配合 然后配合方面要更默契一点 可能身上会高一点 与Tao博的比赛 他们下落压制力也很强 感觉可以叫大家来多照顾一下 可以在第一波卡住炮射兵以后 在第二波炮射兵进线的时候 三级打二级直接来越 大概三分十五秒左右上来后 直接打出闪现 两个闪一根点来直接大部分了 如果这一波选择来打的话 可能是一个上半区的三v三 但是晴天先落位 卡萨手里有逞 选择先往后退一下 再反打 彭斩翔被卡住以后 惩戒直接拿下 一个W是逼出了彭斩翔的闪现 闪现过来后再黏 晴天在特意是拉扯了一个世军图次 直接拿到人头 用力外这个位置 骑着自己的小马 只能往回家赶 打下马以后交闪现 卡哥这个眼是直接封锁了V5 这上来后硬来 实际图次再拿 但是上马了呀 是很伤的 看一下这部的回复 先一个柱子往这一卡 彭斩翔这个闪现 只能往上交 交两颗闪现过来后 直接鲁他 虽然强鲁没拉到 但后续近伤害 而且有赖子在这个位置 显得是进退都不对 其实这一波主要就是 逃跑打得太果断了 在对方交闪之后 知道没有更多的位移能力 和反打能力 所以导致他们进一步上去 直接选择 而且这边都是得理不饶人 把你的技能打出来 这不还要继续打吗 可是刺一颗列开刀冲进来 这个位置队友第一线 其实没办法跟着卡丽萨 来到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双方脚带了些起 但第一线被扣的这个卡扎 卡扎被秒了 而且彭斩翔拿这个人 都到了六局之后 过来大招拉了一段 可是后续的伤害 彭斩翔一看 这野斧都在中路啊 想动一下JK拉伍 上部JK拉伍是交了闪现的 不住还在中路 露着脸的情况下 JK拉伍走了上去 上来后伤害够吗 一勾没有勾罩 大招直接过来 两枪直接开 点死JK拉伦 只能选择后撤 但泰坦已经包了过来啊 但走不动啊 这边有队友能来吗 为了保稳 TP再交 这波甚至可能想要拔一个二塔 过来后上来 卡扎拿到这个人头 剑魔等于是你的 他就是用现成的经济嘛 帮我为了这个投资 这波正面要开 看JK这边怎么走 所以说闪现了 被拉了回来 今天也不要再交了 很稳定 很聪明的一个抉择 会偏保守一些 先看一下这波 在埋伏 一勾勾回来 卡丽萨就在旁边 有精灵球的 第一时间收回来 有TP的情况下 这条小龙还有10秒 刷新 威武在这选择 一勾勾到了 这个伤害可能直接要秒掉 通关天灵大 后续的大招再跟上 闪现过来后 Q的第二段 直接找到了卡扎 卡扎先被秒掉 主要再交出自己的闪现 地图上瞬间亮起 两个涛博的TP 正面一技能再留 一息吸到了赖子 尤尼布艾飞打下马 后续的伤害 拉Q3再加可血 稍微恢复了一定的血量 反身的伤害上 可以看到卡丽斯塔的伤害 已经暂时处理不了 卡扎的红白刀 一勾再被淘宝拉扯开 淘宝一波 四打三的残局 再向前追击 晴天又一个柱子好了 给个登录 卡扎捡不到 闪现交付来 但后续 review这个位置 强路没有掳到 但是这一下 JK老连上以后 三下配合晴天的伤害 点死了 而且在追击战上 JK老连一发一发 点到V5的兄弟们身上 只剩下彭展翔 再交闪现 今天下一个柱子又好了 强路再一拉 完成了一波 我不知不说看回放 其他会看到这波 Night的一个精彩操作 他应该是脱了脚跃的 大招打了个漂亮的反手 先看到卡扎这边 被控了之后 痛关天已经交得很及时 但在后续的控制上 他就没办法再逃脱了 而且原地亮起两个TP 上V5第一时间 把阵容往后做一个紧缩 开不得特意的轮子是掉了 没有续上 所以这一波的作战力 是有受到一个影响 今天第一时间往后拉的时候 看Night 这波近来大招 把后半全拉完了 如果不是Review的一个闪现的话 他甚至会把Review的血量 也压下来 是的 而且对于V5来说 第一波开的已经不错的情况下 后续撤退的时候 分成了三二撤退 导致这边打起来 AD补不上输 空有一身轮子 点不到人 其实感觉如果他们所有人 聚行起来往河道撤退的话 这波团对于V5老婆后续的残疾是能把的 对 看正面 这边Night跟Alice又打起来 两个人都能吸血 但对方的兄弟好像更多 来了两个中野 这边亮起一个精神 拖一下时间 有没有兄弟能救一下 资云图再回一段血量 但后续应该是打不过了 拿下自己第二条小龙 本场比赛如果是土龙会让他们拿到话 感觉这边要打了 第一时间定到了 再一勾拉回来 JKL再次在中路 所以看淘宝这波怎么做一个防守 忙忙交土 上去有个睁眼 KASA也不敢往前走太多 这波应该是想抢的 建坡上来做一个盯吗 下去了1800血量 是不是下的有点早啊 这边V5是直接停手反护 去集火对方那个打野 在最终击杀前 KASA是把沉坠 你当劣势的话 你第二件防装很难补出来 再来看一下这波团战 什么时候给辅助也出一个命运的召唤 这种AD背开一点的话也没有 你说辅助背开有卡斯大宝 我这边装备上来看 你只有中单一个精神 而对面两个C位加上 打野先勾勾回来一个彭展翔 拉开位置 NICE TP下来 建模从对方的红buff先来支援 彭展翔这个位置 看一下一个勾 泰坦的RQ二连 让对方交出了闪现 彭展翔去找对方的一个打野 再次的一个进场 月光下下来以后 配合Alive 一时间的AOE稍微有些不够 Kaipler被抓到了 NICE再次在缝气之中 找到对方的C位 Kaipler这个位置 顿攻出发 但还是免不了倒下 而后续的伤害上来说 卡丽斯塔无解的输出环境 直接是点爆了V5的正面团战 RQ和彭展翔 耶夫只能选择后退 赫列在侧翼找机会 还是一个三打三的谈局 但还要继续挡 一步在这个位置 逼到的是一个 在拉斯大国 好在有个灯笼救驾 把他给救走了 但涛博正面打赢之后 这些小龙应该是可以 轻松地守下来 但感觉V5好像不想放 自己是有打野 有惩戒的兄弟 能不能给我一波拼的机会 但是自一回家的UNIBA也被找到了 他能走吗 在对方的里面有更多 感觉Night要卖自己 闪现被泰坦逼出来之后 他后续真的就没有操作的可能性 应该是最后打了一波三放二 因为那个UNIBA没被换掉 看一下吧 这波又是Night第一时间 拉开彭展翔的位置 总是能精准地找到 对方的一个C位 你看来了 配合补助的一波控制 闪现过来 和偷过来的脚跃大招赛下 而且这波Jacky就是完美的输出位置 就没有人管我 让我就点爆就好了 你ADC一站起来直接拔掉 其实这波团呢 应该是算得上 二负六四比较强势的一波 这个茫茫胶鼓一看到以后 已经晚了呀 非常刁钻的位置 而且看起来 威武稍微有些意识到 一上来后直接开 处利亚卓被开到 但第一时间秒卓 对方有一个精净球 可以保护一下 而且一勾又拉了回来 特意的生动机器 一勾拉回一个晴天 晴天太肉了呀 再偷到一个角跃的大招 秦辉强打下去 效果并不是很好 脚跃的月光 拔下来以后 第一波的AOE 配合上对方的 Typler的伤害 伤害以后是 先舔掉了Live 又是淘博的 一系列的反打上去以后 是直接秒掉了 对方的后排 说实话 这波团战V5 处理的真的是特别差 他在后续的一个团战里面 只剩一波了 也是没有办法阻止 对方的一波推进 回天罚数的V5 将会面临对方的一波推进 我们可以恭喜淘博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你这对微波反弹 给我看的感觉就是 就是V5前辈想开 右边也想开 但开完之后 我不知道第一线打谁 然后就很迷茫 然后就被淘博抓 就被淘博抓到一个机会 打了一波反弹 而且Nite这波大招 没看错应该又是脚跃三个人 是 Nite就是每次 偷脚跃的大招以后 冲进去以后 都能找到 与 th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